念佛人 真正一心求往生 万云放下 念佛法都放下 经干经上佛告诉我 法上印实 何宽非法 进宗学人经 也不就够了 哪一步 进途五经一论都可以 任何一步都可以 不要学很多 一步就行了 那么对进宗讲得最透彻 讲得最清楚的是无量手机 尤其是黄念族居士的基础 我们有这一本做够了 不要再涉猎其他的了 夜心专注 夜门深处 尝试寻修 一个念头 就西方极乐时期 我没有第二个念头 我就是想到极乐时期 就是想清静阿弥陀佛 那我的时间经历就用在这一点上 决定的是 深到西方极乐时期 再去搞 法门无量是远修 为什么 有的是时间 有的是寿命 光学多闻 此地不行 时间不够用 精力不够用 一门都学不好 还能学多门 到极乐世界 法院 普渡众生 普渡众生 要学无量法门 才能够应急 说法 所以我们把这个事情 分作两节 去办 第一节 决定往生 第二节 在极乐世界 光学多闻 成就 无量智慧 无量的能 然后 广度众生 这种事情 到极乐世界 就可以办 不一定 连累成就 到极乐世界 你就有这个能力 这个能力 是阿弥陀佛加持的 但是加持管用 不是说加持不管用 加持管用 换一句话说 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 就有能力 行菩萨道 而行菩萨道的水平 跟法生 菩萨 没有连要 借作阿为悦智菩萨 这个话 不是假的 不是骗人